高雄透天厕景70万 石灯魔鬼藏在细节里 70万元在台北市连一个车位都买不起 但在高雄市可以寻你一间透天宅 来来来照过来70万小品在这儿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据石灯记载地址是燕朝区凤西巷 31至60号中的一户 屋龄45年的二楼透天 地坪13.37坪 建坪21.13坪 近凤其路燕朝与男子区交界 祈求十分钟可到男子土库从化区 与大社中山路商圈 生活机能还不错 走路十分钟内到凤雄国小 附近的周边的成交行情 大概在一百多万左右 七十几万 我们觉得这个行情真的很便宜 两个同班的房子 应该几百而已 不会像是去土库的 其实说里面太便宜了吧 便宜到连在地人嘴巴都长这么大 这前后卖差不多一百二十几 都是老板买给 外老住宿 宿舍 难道是凶宅 不是凶宿就是凶宅好吗 记者走访发现 透天厕周边工厂多 位于不到四米巷弄 仅能机车通行 汽车无法进入 巷内多是二楼或二楼顶楼 加盖的老房子 整整打了五八折低于行情价 原来是魔鬼 藏在细节里 石灯上的备注栏写着 急买急买 专家说虽然石灯可以用来查询房价 但有些特殊个案却不能拿来做准 二楼顶的买卖 或是急买急卖 受债权影响的 那还有在房间最常 看到还有所谓的买清 卖清 那事实上这个价格是偏低的 还有常让人误判的高房价 可能涮入装潢和车位 因为我们以前在登记的时候 就没有把车位的品数登记出来 因为我们一般的买卖的时候 比较少会把车位的价格另外标出来 专家提醒哦 石的内容并不全然正确 留意小细节 就能找到价格符合期待的美屋 加入好朋友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